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本身在瓷器里面就非常难做 我跟各位讲 这个葫芦品 葫芦它的造型 我们就以来说一方抵十圆 所以 瓷器最好做的就是圆的 它在葫芦上 然后在旁边 手在旁边撸 所谓的捏泥巴 大家都会 只捏得好跟不好而已 那个老师傅的手一上去 那匠人精神马上出来 精准 不用齿梁 充满了生命力 但是它又是 接近于那种正月 那种感觉 而且有了那种生命的感觉 那可是葫芦品 你就很难做了 它中间一定要接胎 中间一定要接胎 而且我们那是葫芦品里面更难做的 是八角葫芦品 八角的意涵 我跟各位讲 我们还是有 认为它是具有的 一种神秘精神在里面 比如说元朝有八角 对 元朝除了葫芦品 它还有梅品 它也有八角造型 但是也都是在于少数 它还有在伊朗的阿拉比尔神庙 跟土耳其的托布卡帕 房宫里面收藏的 也都有这种造型 也就是一两件 不多 我记得以前看网络上传的照片 看我们的跟我童年的 马卫都先生 那个马老 也是拿个手电筒 在那边照吧照吧照 照的就是一个什么八角的美品 这个造型 八角型 我始终就觉得联想 跟我们中国的八卦 尤其是先天八卦 脱离不了关系 先天八卦讲究对待关系 后天八卦讲究周流的关系 周流就是有方向感的这种流动 它在一种流动 就流动者之谓气 它是一种流动 周流之气 周流之气就带动了 带动了既有生命的繁衍 而既有生命的一种繁华 既有生命的一种什么 一种什么 寒肠而化光 它把既有的生命 它把它什么 就像大地孕育了万物 所以地是坤 君子以厚德在务 它不分好坏 它都把你照顾得很好 好人 吃了米跟坏人吃了米 一样 一种米养百种人 这样的 这种的米就是一种坤卦的精神 寒肠而化光 它都给你 因为今天的坏人不代表它明天还是坏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跟树敌 我们有时候对一个人 对一个事 对一个物的看法 我们要保持一种与时俱进 常常有的人说 大师你这个说我的脾气 我当年是小脾气很多 小脾气很多 但是我也特别容易原谅人家 我又是被我看到这个人 他有一点善根 或者这有点善念 即便我原来对他很恶感的人 我马上可以把他转过来 这就是与时俱进 这就是一经蒙卦 乾坤屯蒙 第四个卦蒙卦 讲的一种 时钟 也是现在这个时钟部长 一时而终 你要与时俱进 看来这个人 他现在虽然是穷穷恶极 但是他未来 说明他就放下土刀 立地成佛了 也不一定 所以多给别人一点机会 也就是多给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哪怕看到 那八卦造型的这种瓶 哪怕是梅瓶 哪怕是我们现在 今天讲的葫芦的葫芦瓶 哪怕我们上次介绍过的 什么八角竹台 这八角形的 我看起来 我就觉得亲切感很舒服 因为这是先天八卦 一个对待的关系 他组成器物的时候 他也要两两对待 否则他整个形体就会走位 他塑形都塑不起来 所以这也就是 最基础的一种 对待的关系 天天八卦 天天八卦讲什么 天地定位 三则通缉 雷锋相破 水火不相射 他讲一个对 所以相射的关系 就造成了我们的 现在的量子力学 现在的高能物理学 用光速把两处直指 用光速对撞下来的结果 就产生了锡格式粒子 虽然他一上那堂就衰减 可是也证明有锡格式粒子 就证明有锡格式场 锡格式场就所有的 我们的粒子 所有的粒子能源的来源 这是生命的奥秘 这是生命的奥秘 所以这就跟我们 先天八卦的精神 天地定位 三则通缉 雷锋相破 相都相破 相破就相对撞 水火不相射 更是什么 对撞 对撞出来的生命 所以先天八卦 我们又叫做什么 宇宙的生成法则 你研究哲学的人 研究哲学的人 一定要研究先天八卦 哪怕你是中国人也好 西洋人 外国人也好 你不懂的中国的先天八卦 你要研究哲学 你要研究万事万物的起源 我们讲你都是盖带什么 沙上的房子 你基础就不稳 所以先天八卦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讲先天为体 后天为用 后天八卦它周流起来 它就可以很多的变化 结合了何独 结合了洛书很多 先天为体 它讲的就是一个追本受缘 就是一种宇宙的本体论 而且是一种生命的来源 这生命除了人之外 包括各种物种 当然重要 所以这么样一点八卦的葫芦品 又代表葫芦 它更充满了神秘哲学 又外显出来的一种 彰显出来它的一种美 跟它的一种圆满 而且它的圆满 圆满纯粹的圆 它圆中又带方 方中又带圆 所以它有天地的精神在里面 所以什么 我们古人的观念是什么 天圆地方 是不是 天圆是代表什么 一种大道的运行 地方是代表什么 有土师有财啊 帝斯坤 君子以后得债务 你才能够什么 你才能够安居一方 你才能创造你个人的财富 否则都是天 都是什么 世界的财富 宇宙的财富 你有了地之后了 你可以什么 安身立命 有一块属于自己的 人家说上无骗碗 下无寸土 这个人就过得很悲哀 我在伦敦看了很多这种 homeless 有一些是英国自己人 他自我放逐 一段时间他又回归 还有包括朔博士的都有 还有一种就很苦的那种 是什么 就东欧欧那边过来 还有那个科索佛战争的时候 过来很多人 其实很容易辨识 你看那英国人那个吊吊 他就算再穷 他就算坐地上摆个收钱的那个桶子 可是他还什么 有英国人那个讲究 旁边有一只狗 那只狗比他又干净又漂亮 照顾的比你家那狗还漂亮 那风那是无家可归的 那是有点自我放逐 真正克索佛战争过来的 或者东欧那边过来的 那种感觉就是 有点神色慌张 那种 不像英国的当地 local homeless 他们那个气定神贤 你整个看起来 真正被生活逼得逃难的 跟你那种什么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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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日子放了好日子 不过的 就那种悠闲 这是不一样的 自我放逐 跟被人放逐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刻画人性 你要了解人性 你要从 哪怕从路边的乞丐 你再去观察 我就带领各位 去观察一件事 我们叫做人像 像学大师 为什么像 我连这些人 我都可以像了 我对你们这些什么 穿上西装的人 我不能像吗 穿上西装 穿上礼服的 对不对 所以了 我们欣赏这么一样的一件 高档次的 观瑶器物 永乐的瓷器 它有它的文化背景 它有它的那种 宫廷的色彩的那种 至高无上的 皇权 但是我们不管那些人 我们只管他 旧事论事 它出来的东西 美就是美 好就是好 所以好多朋友 专业的朋友 我都在顾论店的老板 好多就赖我 说这个很漂亮 有的留话 有的私下里私讯我 说没看过这么漂亮 真的没看过 而且你看他画 这是明永乐青花 松竹梅 碎寒山有 八棱 又是八角形的 葫芦皮 它的全称是这样 口言的部分 海水葡萄纹 海水葡萄纹是代表的 在皇帝的龙袍上 明清的皇帝龙袍上 龙袍的下摆 都有这海水江亚纹 就代表高等级 然后这上半部的葫芦呢 他画了松竹梅 下半部的大的葫芦这一块 也画了松竹梅 但他那种感觉上 给你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有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 但中间他是卷草纹的 中间卷草纹 还有他的这个足径布 足径布这边是画的八大马 所谓的养年纹 变形的养年纹 很重要 他靠中间的这个 像一个寿袋一样 他把它分上下 两段 我个人看的 我这么近距离观察的感觉就是 那下面大的部分 图案反而变得比较小 它反而有点比较远景 你说人家这个 古人的匠人多厉害 包括永乐皇帝 他的 你看他的那种感觉 就像我们画国画的 都想画国画 他分远景近景 他除了用大小来区分之外 他很重要 他远景是淡墨 近景他是要什么 用深墨 他区分 所以我们在一件词记上 我们这个词 那个是二维的 我们这个三维的 这个三度空间 我们那个立体的 它怎么分呢 上面这些小块 它反而感觉上画的比较大 感觉了 为什么 它是一种特写 是一种 是一种 focus在上面 是一种focus 它是一种特写 有那种特写的 那个镜头的感觉 下面呢 反而是画的 比较远景 一种通景 这上面是一种特写 虽然它也是 也是有个通景 但它是特写的通景 好 给各位照一下 我是解读给各位知道 你怎么去欣赏它 你看我们这个青花的发射 跟它这个运散 我想恰到好处 太过这个了 就变成什么 缺陷 不及这个呢 又失去了 它这个水墨化的效果 要有水墨化的效果 又不能让画面脏 你看我们的画面 要是说它那个外面仿灯 它把它弄成乌鸡妈图的 那能看吗 所以我们永乐词记 它除了青花的颜色漂亮 它有那宝蓝色 所谓的那个保湿蓝 保湿蓝 而且它随着光线不一样 强光之下成保湿蓝 弱光之下 它有另外的变化 所以有生命的律动感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它留白呀 它要留白 它的青花跟白的对比 就英文讲的 Blue and White Blue and White 标准的 标标准准的 就是这样的感觉 Blue and White 好 各位看看 那种感觉 而且它有 这个 所谓的这个 通景画 是通景画 松竹梅 它经过的这个八能 就八卦型的造型之后 你看起来 它波光灵循的 就 那种感觉呢 你就像是什么 看一个会动的景 你在光线之下 你在光照之下 就感觉到它的景物 似乎是有热屋之间 它在动 它除了有圆景 下面圆景 上面的什么 近景 特写的近景 还有很重要一点 它从这凸出来 那一棱一棱的 在光线的照射之下 它会好像感觉上 它在动 它在动 那种感觉 你看那个竹子画得多有力 那松枝中间的那一点 中间 由中间辐射状向外 它那个深浅 笔墨的变化 跟它那个竹子 就是一笔到位的那个竹子 我们都画过水墨画的竹子 竹子是最好画 也是最难画 最好画也是最难画 所以什么 初学者要什么 笔墨功夫 第一个叫画竹子 你画到了老练的时候 你回头还是要画竹子 所以那个 我个人对松竹梅 也是 我跟永乐大帝一样 我们共同点 就是喜欢松竹梅 喜欢穗寒山有 尤其它那个竹子 那种特别 那个劲道 那种味道 我除了种竹子之外 我还种了什么 蜂 红蜂啊 青蜂啊 凤尾蜂 我种了这三种蜂 我跟你讲 青蜂啊 青蜂 尤其迎空而看 我经常给青蜂拍照 迎空拍照 那种飞舞的感觉啊 就是竹子的感觉 就是文人画风的感觉 你把竹子一拿掉了 那个文气就没有 所以苏东坡讲 无竹令人熟 无肉令人瘦 所以无竹不可以 居家 我们看羊仔也是讲 最好的植物 加福丁 最好的植物就是竹 而且一个竹林 或者是一排的竹子 它会帮你 作为一个什么 倒气之用 是最好 所以听到在竹子林里面 还听到那种 刷刷刷的那种声音 我曾经在桃园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 类似像一个民众的 这种像民宿的家里面 那时候我还抽烟 很多年前 朋友介绍 一个正战的一个大学长 找我去帮他们 去看个风水还是干的 顺便他们送我一些竹子的东西 就在那个整个房子 都在那个竹林里 哇 奇美无比 你看李安大导演 拍的那个 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最国际化 而且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什么 卧虎长龙 卧虎长龙 它主题曲还会唱 那个李文的主题曲 那个 什么 什么月光 我还录在这个YouTube上 你看 他们真正的高人过招 因为他竹林里 在竹梢之间的这种轻功 再加上剑法 衣着飘飘 那种感觉 是那部电影里面 给人家的一个image 最重要的概念 李太白 李少白 不是太白 李少白 是吧 那种 那个剑法 跟那个谁 之间的 男女之间的对剑 展现的轻功 把我们中国的武侠片 几乎什么 推向了颠崩 在陆地上打的 我们称为李小龙 在车阵里面跑的 我们称为成龙 但这两个都是靠两个小轮子 这天空上飞的 我们就称为李安 厉害吧 所以这个竹林 太太太 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件 大美的瓷器 我觉得东西会说话 不在乎多言 而且各位 你手边是有同样的这件 请你扑给我 因为我二十年来 我仅看到我手边有这个 我不要说孤品 因为一个东西 它不可能单独存在 一定它也有双胞胎 或者多胞胎 只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希望你能够给它 配成双胞胎 你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一样 而且有一样 要这么美 你不能说一样 到时候传那个照片 扭七八十拉的 或者发射干什么不对的 或者根本就是后期反的 或者甚至于现在 我看很多百分之八十 都是现代访 因为古人访 有古人访的味道 你看要是青官 要访民官谣的 那味道就不一样了 你跟你现在紧的 今天紧的 现在此刻 此分此秒 它还在访 跟味道 行家伸手就这样 一看的味道就不对 只是有时候 你要说或者不要说 好说或者不好说 你看这样的一个感觉 刚刚忘了转一圈 反正你可以上我的网去看 上我的FB上 我去抛细部的照片 还动画照片 我都有抛 我自己也喜欢了 再照一圈 刚刚刚忘了转 看看那个感觉 上一下 那感觉在光照之下 它是不是觉得 它是活的 就像那个 一幕一幕的那个景 一幕一幕 就跟自然界的那种感觉一样 你看什么 什么事情 可以从多角度的去观察 上面有特写的效果 下面有这种什么 远景通景的这种 格局 所以展现出来的 好吧 因为我那边 我还敢来看那个UFC现场的live 我喜欢看格斗 我从年轻 还跟人家学过几天武功 基隆那个廖武藏 他还在 什么那个老先生 猴拳 但是我不是跟他学了猴拳 是跟他们家族 跟他儿子 跟他的女婿 他那是年四里高 他是偶尔才来一下 我们主要是跟他的儿子跟女婿 练滑拳道 滑拳道也就是什么 大圣拳 他就是来自于是谁呢 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家庭 当时是基隆的武林四家 可见的是什么 我对这个格斗到老来 现在格不动 但是看别人格也很爽 所以东西会说话 各位自己慢慢欣赏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